另外再帶你來看到這個新莊護震事務所相當的貼心 為了這個新住民的朋友開設了新住民生活適應班 那麼開課的第一天就有31位學員報到 那麼前來上課的這個新住民朋友 都對於這個課程的設計相當的滿意 同時也希望透過這樣的課程能夠早日融入台灣的生活 前些日子新莊護震事務所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 開課第一天就有近31位學員報到 而不免俗的頭一天總是要來個自我介紹 但在這其中還有學員回娘家重新溫習並順便交新朋友 你從哪裡來來台灣多久 然後你覺得台灣的政府做的怎麼樣還有什麼需要改善 上來其實也是一個發達的情勢 可是我們要去看病一定要去大醫院 所以會耗去好幾個小時的時間 剛剛這些朋友說他的心悲沒有朋友沒關係 以後我們都是朋友 有什麼事情可以找我們一起去參與一些學習 我就是去年來上課 剛好我懷孕的時候 然後也沒有上班 來這邊就有很多朋友了 到現在還是有聯絡的 有朋友可以 有時候他們找我去外面吃東西 也感覺很開心這樣子 其實以往開帳的課程 招生是一大難題 不過今年卻是在招生公告 不久後就報名而滿 造成開課當天 還有人想要現場報名 對此主任表示 鄰近護鎮所有開班 有興趣的新住民 可以隨時前往 以前我們要招生 有時候就比較困難一點 但是今年沒想到 一開始報名 就蠻多人報名 因為我們這次就是說 包括我們的新莊 泰山 五谷 林口 他們都會就進來這邊報名 所以我們現在都已經報門了 像我們今天是開課第一天 陸續還是有新住民來問 那沒關係就是說 如果大家對這樣的課程 很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們民政局 他有開好多的班 然後就是說 可以像臨近的 比如說像板橋三重來報名 那如果不照相關的訊息 沒關係來問我們 我們都會提供 正確的訊息給各位這樣 由於開課第一天 所以有不少家人陪同 看看上課環境 並了解這裡脫育狀況 也對新莊護震事務所的安排 及課程設計表示滿意 而未來這樣的課程 也會陸續推出 讓嫁座台灣媳婦的他們 早日融入台灣生活 記者新莊採訪報導